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最新的情况 好 是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就要持续带你来关注 俄乌之间的最新情势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普京怎么说 但是他稍早的这个行动 对于美国北约甚至乌克兰来说 都已经是正式的入侵了乌克兰了 那么其实根据乌克兰的总统府 他们甚至最新释出了一些 一系列的照片 是他们的首都基辅 遭到俄罗斯攻击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画面上面 因为当地是还没有天亮的 所以在天黑之中 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建筑物 一些城市 一些地区遭到了炮击 农烟密布直窜天际的这个画面 而且根据俄罗斯军方 他们是宣称 他们已经瘫痪了一些乌克兰的 主要的军事跟航空的设施 甚至有乌克兰内政部的官员 在WhatsApp的群组里面 跟记者说 他们的机场 也已经受到了炮弹的攻击 不过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景象 不只出现在首都基辅 包括在乌东的城市 像是马里乌波尔 还有像是哈尔科夫 这个预计原本会是成为 第一个俄罗斯攻击的城市 的这些地方 都已经陆陆续续传出了声响 爆炸声响 尤其在首都基辅 这是传出了至少有20次的 炮击声这么多 其实这跟之前美国西方国家 推演的俄罗斯的入侵剧本 是非常的像 因为他们认为 俄罗斯是派出了19万的大军 三面环绕着乌克兰 可能会从乌克兰的东部 北部还有南部进攻 那么对照现在传出炮击的 炮击声的这些城市来看 可能普钦的作战跟入侵剧本 真的就是照着西方 推演的这剧本在走的 不过现在也可以看到 很危急的就是现在已经传出了 乌克兰的民航机的领空是关闭的 尤其是更特别是美军 美联社 尤其这个西方的记者 已经拍到了俄罗斯的坦克 开进了乌冬的画面 坦克车大要大摆开在大马路上 美联社拍下俄罗斯的军用车辆 坦克车 一辆接着一辆开进乌克兰东部的 顿内斯克 目前已有20万大军 集结在乌尔边境 美国五角大厦还警告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大军 已经百分之百就定位 恐怕在未来48小时内 就会发动全面攻击 俄罗斯租屋大使馆冒出白烟 恐怕是在处理代步走的文件 大使馆的国旗也不见踪影 俄罗斯已经下令外交人员全数 撤出乌克兰 普京态度强硬 以维和民意控制乌东地区 国际骂声不断 这时候却有人大战普京 川普说普京先是承认独立 在派兵 正是天才之举 也顺便批拜登无能 还说如果美国现在是他掌权 就不会有恶务危机 BBS新闻 综合报道 好那现在说起来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怎么回应有一点为难 不过我们要先请惠云 带我们看看 乌克兰方面 他们会展开反击吗 乌克兰的政府民间 现在有什么反应呢 慧云 好主播我们其实知道 在普京要宣布 进攻乌克兰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是发生在台湾 上午时间11点左右 而我们的11点 就是乌克兰当地时间的5点 所以那时候 大家都还在睡梦之中 然后天也还没有亮 但是稍后 就是现在已经基辅 已经天亮了 在首都基辅 这个当地时间 上午7点05分的时候 终于听到了第一声 空袭警报响起 你想想看民众一早上起来 就听到空袭警报声 当然是非常的慌张的 因此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他就颁布了戒严法 他也表示说 他已经和美国总统拜登 通上了电话 要求美国还有各国 要对乌克兰 寄出更大力的支援 并且是更大力道的 来制裁俄罗斯 稍晚拜登其实也会和G7的 就是七大工业国的领袖 来进行一场视讯峰会 另外也会在台湾时间 25号凌晨的时候 来发表一场紧急的对话 但是我们把聚焦 还是聚焦回在乌克兰当地的情形 可以现在看到民众天亮了 难免有些恐慌 因此基辅现在是出现了一些 车流跟出城的车潮 这样子的情况 比较重要的是 乌克兰的内政部表示说 他们掌握到一个消息 至少目前是有数百人受伤 这个是来自CN的外电消息 目前还要在查证当中 但是如果已经有频频伤亡的话 这个战争就可能真的是 已经全面的引爆了 另外还要看到就是 其实有很多民众说 这对他们来说是 一天当中最糟糕的日出 没有想到一早醒来 就会面对说 俄罗斯真的打过来的 这样的消息 尤其现在还有乌克兰的军方表示说 可能再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的主要街道上面 就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坦克车来进驻了 那么俄罗斯的总统 泽伦斯基是要怎么来应对 其实他除了颁布戒严令之外 他在昨天本来就要宣布的 就是周三全乌克兰 要进入紧急状态 而且他们还要征召 18到60岁的 所有的预备役的军人 要来上战场 不过稍早他也是一改 他的过去的语气 他都呼吁说民众应该要冷静 要回来家园 帮助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他直接警告公民说 俄罗斯的确可能 大规模的进犯乌克兰 来听一下泽伦斯基稍早的说法 俄罗斯二十万大军请朝而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周三深夜不寻常的大动作 向全国发表谈话 成了自己有打给 俄罗斯总统普清 却没有回应 一席话直指 乌俄局势 难以回头 泽伦斯基也在同一天宣布 乌克兰全国全面进入经济状态 期间全国实施宵禁 人民自由受限至少30天 最长可达60天 而不寻常的是 总统泽伦斯基也首度下达动员令 乌克兰后备一男从18到60岁 必须接受入伍 预估后备一部队约17万人 但国土防卫队约7万人 至少25万人 一周内完成战斗集结 乌克兰人誓死如归 同一天乌东盾内刺客 才经历两轮炮轰 CNN挺进距离前线500公尺 有无废墟的边境小镇 民宅满是炮弹射穿的孔洞 在炮火蹂躏下 结构已经弯曲 有如过去八年饱受摧残的乌克兰人 只是一阵指正 渴望的和平恐怕越来越遥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而说到乌克兰不断的有国际专观察家 把乌克兰跟台海局势连在一起 国防部稍早时表示 在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之后 国防部正严密监控台海周边状态 以及军事动态 三军战备部队则维持常态戒备 不过保持高度警戒 掌握各种争厚以及威胁 另外外交部也表示 对于很多人关注的 在乌克兰的台湾同胞的问题 他们之前掌握的 在乌克兰的台湾人有30多位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离开乌克兰了 而其他还在乌克兰的 目前也都在安全的地点 至于之前关于乌克兰配偶 要获得台湾签证 得要到莫斯科去进行面谈的问题 外交部说已经紧急调整 无形发火23日早上 响彻乌东的盾内刺客 乌俄战争升温 就连乌克兰都呼吁 自己的国民赶快离开俄罗斯 但旅乌台人的配偶 若想跟着另一半来台 光是面试签证就会卡关 于台籍先生逃到乌克兰 西部城市利维夫 外伴无奈因为两个月前 不是没想过回台 只是想申请一清签证 就必须到俄罗斯 华西部网站明确写着 我们在乌克兰没有设管处 也无邮助莫斯科代表处奸侠 希望非常时刻能有折中方案 游民大也接获类似陈琴 但是他如果要带着这个女友一起走 那这个女友自己本身 跟他也还没有婚姻身份 虽然没结婚仍希望能通融 只是这件事事设维护我国境安全 以及其他外观 有没有面试量能 局西目前只找一位申请结婚面谈 华西部则表示 已经拟定协助方案 放宽让法定陪偶 可以到波兰代表处面试签证 我们就指定驻波兰代表处 从2月25号开始来暂时监理 另一头台湾很有可能会答应 美方加入制裁俄罗斯 其中包含半导体出口 举其蔡政府已经做好了 相关英管制品项盘点准备 都有可能成为管制选项 包括要求厂商配合 让最终成品不得提供至俄罗斯 无二升温全球警定 TBS新闻 红富华 刘婷婷台报道 好 确实全球紧盯 只不过一些人可能疑惑 好像白宫方面 现在还没有太明确的动作 到底美国总统拜登的下一步怎么走 我们再次把镜头交给慧云 好 其实拜登要处理俄罗斯这个议题 他对他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棘手 其实欧美国家这几天 我们可以陆续看到 他们有对俄罗斯寄出了一系列的制裁 但是经济的影响方面 可能要分成对于俄罗斯本国国内的影响 还有对整个国际市场的影响 对于国内的影响 欧美国家的做法是说 他们对于俄罗斯 他们开始限制了俄罗斯的国债 在市面上发行 也就是说限制俄罗斯国家 取得资金的能力 另外还有针对就是俄罗斯的企业 他们的企业债 也不可以在市面上流通发行来募资 就是等于要用断金流的方式 来威胁普京就对了 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作用 对于俄罗斯的人来说 似乎是影响不大 因为主要制裁的企业 都是集中在一些和克里姆林工 比较亲近的一些寡头的身上 所以对于这些寡头 他们个人的身家资产 可能会大幅度的缩水 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 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制裁的作用 这一点还是有待市场来质疑的 另外其实就是可以看到 在整个国际市场的方面 像是有四大商品期货 在我们整理的资料当中 是会比较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 第一个就是带你来看到粮食 为什么是粮食呢 因为乌克兰是有欧洲股仓的称号 它这边是盛产黑麦小麦大麦这些 主要是供应给开发中的国家 所以如果乌克兰陷入战争的话 这些粮食的产出 还有没有办法如期的出口 这个就是不一定的 也有可能造成供应跟需求面上的紧张 另外就是天然气跟石油 天然气跟石油这个看到价格上 已经反映出来了 就在刚刚开战的消息传出之后 油价是一度大涨跳涨超过3% 另外还有像是布兰特原油 更是已经占上了 每桶100美元以上的价位 这个价位是创下2014年9月 也就是近9年半来的新高 另外避险资产现在也很行 像是美元还有黄金 尤其刚刚金价更是跳空 就直接短线急升了1%左右 可是其实可以看到了 对于各国的股市来说 这都是不好的消息 也因此在美国的道琼期货盘 是一度重挫超过700点 那么日本的股市 也是下跌超过600点左右 俄股目前是全面停止交易的 CNN记者人在乌克兰首都 吉普中心饭店的屋顶连线 尘料自己很安全 没想到就听见爆炸声 还搞不清楚爆炸在哪里 CNN记者就在镜头前赶紧戴上头盔 全上防弹背心 俄罗斯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 吴东大城马里乌波尔凌晨传出爆炸 而首都基辅也传出至少有五次的爆炸 联中部还表示遭到飞弹攻击 俄罗斯中部普京正式开战 Vladimir Putin announcing a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claiming to protect Donbass 美国认为俄罗斯 美国认为俄军稍晚恐怕就会全面进入 军事行动中 美国认为俄军稍晚恐怕就会全面进入 乌克兰 只是在俄罗斯发动攻击前 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再加码制裁 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公司 但显然这样的制裁不痛不痒 专家指出俄罗斯过去八年 专家指出俄罗斯过去八年 逐步脱离对西方的经济依赖 就算遭到制裁 证实不会有任何影响 现在就看西方领袖们如何接招 TVP新闻综合报道 确实大家还在等待白宫方面 还有欧盟方面会有什么样进一步的宣誓 不过说到中国大陆蛮特别的事 我们一般也就知道 在这场纷争当中 中国大陆对美国脸色不会太好 不过俄罗斯是中国大陆多年盟友 好像中国大陆也没有明着支持 这中间有什么样的盘算 继续要请惠云带我们了解 好 其实这一次的俄乌危机 某种程度上来看 也可以说是美中俄 三大地缘政治强权之间的角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拜登上任之后 他其实就将美国很大的一个注意力 跟方向都已经转向 要抗中这个方向了 所以相对的 在对于对抗俄罗斯 或是过去防御俄罗斯的相比 来说拜登这一任 是没有寄出这么大的力道的 所以拜登其实之前就分析了 他认为普京这一次可能是想要重新来呈现 他在国际局势上面的存在感 所以他势必一定会做出什么样子的行动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他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 因为中国大陆向来都是俄罗斯 非常亲近的盟友 尤其我们看到这一次冬奥上面 普京更是少数有到当场 来支持中国大陆的领袖之一了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中俄两国的关系 是非常亲近的 但是也因此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危机当中 在很多重要的国际场合上 包括像是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 还有联合国的安理会上 中国大陆都是没有很强硬的 来谴责俄罗斯的 但是看到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 现在中国大陆内部也有一种声音 就是对于俄罗斯 挺或不挺都是两难 因此有人分析说 有可能在口头上他们倾向于支持俄罗斯 但是实际上的作为 可能是会保守一点的 进而反映在中国大陆的官员上面 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外交部的 例行记者会上 这个发言人是屡屡被外媒逼问说 到底对于俄罗斯 是不是要该祭出什么样的制裁 什么样的行动呢 他们其实都不停的闪躲来回答的 而之后 但是他们其实也认为说 批评美国是渲染战争 还说拜登才是一切的黑手 正当西方世界紧盯俄罗斯 要住清乌克兰之际 大陆官媒报导的 是住在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人 因为被迫撤离家园而哭泣 同样挺恶立场 似乎越来越清晰的 还有官方的表态 除了质疑过去十一年来 美国对俄罗斯祭出 一百多项制裁没有用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还说 北约五次东扩 应该想想把一个大国 逼到绝境的后果 有学者就质疑 这是不是代表中国 默许俄罗斯开战 周旋在各国间 华春莹强调 大陆的态度是劝和促谈 但说到台湾就没这么可泣 台湾当局有些人 借乌克兰问题来 蹭热点和碰瓷 是不明智的行为 一边是号称准同盟关系的俄罗斯 一边是一带一路重要伙伴乌克兰 还要避免被拖下水 跟欧美各国撕破脸 英国媒体BBC就形容 中国面对此刻的局势 如履薄冰 TV新闻 柯胜雄 庄志伟 综合报道 国际街 大家现在还在看西方世界 如何对应俄罗斯 最新的军事行动 要说有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吗 就怕也会伤到自己 因为俄罗斯天然资源丰富 尤其是半导体制成的关键原料 俄罗斯掌握了不少 一旦美国启动经济制裁 恐怕连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业 都会遭遥 不知从哪个方向 顿时传来轰然巨响 每隔十几秒就有炮击声 让录影的乌克兰民众 听得胆战心惊 亲俄武装分子 17号在乌克兰东部 与军方发生冲突 把幼儿园打得面目全非 俄罗斯与乌克兰 假设全面开战 部分产业恐怕遭殖余之殃 不能小看俄罗斯 它既是最大天然气出口国 更是多种贵金属和农粮 主要供应来源 研究机构统计 俄罗斯的涅出口 占全球49% 爬42% 铝占26% 另外能制造高强度 氢合金的钛 俄罗斯也掌握三成料源 尤其半导体关键原料 包括曝光机台 都得用到的雷射介质气体奶 以及10颗制程 需要的6伏丁2C 一旦供应受阻 半导体业将难逃冲击 现在的半导体厂 我觉得还不至于产生影响 但是对于那种 即将要扩厂 或者是要新建厂房 或者是准备要拉DUV机台的 那可能就会运到一些困难 所以对于原始的这个旧厂来说 我觉得影响有限 美国所有的6伏丁2C大部分 都从亚洲出口的 有些从台湾 韩国 中国 日本 然后日本因为它的这个料源 很大部分 满依赖俄罗斯 突然因为一个闪失 可能只有七成 那七成来讲 供应商一定都给大厂 最缺的是美国中小型半导体厂 工研院分析 美国半导体厂 欠缺原料自主供应链 对中小型厂来说相当不利 反观亚洲半导体 自从历经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 一度导致奶气价格暴涨后 便不断透过技术开发 挖掘替代原料分散风险 因此这波恶乌冲突 影响应该有限 不管是奶气 或者是那个 尤其是六福定二级 它是一个石刻气体 亚洲地区的半导体工厂 影响是微乎其微 都有替代料源 不会断裂 但如果供给减少 大概亚洲半导体厂商 还可以生产 而且以我们台湾为例 六福定二级大概都有 六个月的安全库存 产业界早有预备 但战争不确定性 让金融市场人心惶惶 台新投顾预测 全面开打几率低 发生局部冲突几率较高 未来俄罗斯与美国北约 可能取得部分协议 维持恐怖平衡 至于通膨将越演越烈 一旦这种战争的状况 让油价持续停留在相对的高位的话 拜登政府就有很大的压力 必须要把通膨处理完 你通膨一直在高位的话 你消费就会下来 你消费下来 其实我们觉得三四五六月 就是美国的第二季 它的GDP可能相对会比较弱 相对会比较弱 事实上我们也会觉得 它会返回来 让联准会在面临 下一次要不要再升息 或者是要不要再更激进升息 它可能会重新思考 那个时候 说不定市场会有一个 比较窜息的空间 俄罗斯掌握对抗西方的筹码 后续连锁效应 市场严正以待 TVB的新闻何佳阳 戴源立台北报道 我个人就是没有三根 知道有融逼这件事情的时候